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2022年下半年以来,众所周知,由于全球PC、智慧型手机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的持续下滑,导致了对于半导体晶片需求的大幅下滑,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众多的晶片设计公司的业绩。 由于晶圆代工和半导体封测处于更上游的链条之上,所以影响会更为之后,再加上头部的晶圆代工企业,比如台积电和半导体封测企业,比如日月光头控,拥有更强定价权,以及之前产能紧缺时拿下的长期议订单,使得他们的业绩得到了进一步保障。 台湾证交所近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2年台湾上市的78家半导体公司,整体员工的年平均薪资为229.1万元新台币,相比2021年同比增长12.4%。 可以看到,2022年平均年新排名前10的台湾半导体厂商当中,有8家都是晶片设计厂商,半导体封测厂商日月光头控排名第一,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排名第9。 从前市厂商平均年新同比变化来看,仅有日月光头控,敦泰和台积电保持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。 其余同比下滑的7家厂商都是晶片设计厂商。 同比增幅最高的是日月光头控,跌幅最大的是创仪电子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所有的78家半导体厂商当中。 2022年,员工平均年新增长幅度最高的是银外,同比增幅高达67.9%。 同比跌幅最大的是经豪科技,跌幅达43.8%。 另外,从员工人数来看,前市厂商当中台积电员工人数最多,达到了61,768人。 相比2021年54,184人,增加了7,584人。 晶片设计大厂联发科2022年的员工人数为11,763人,相比2021年9938人,增加了1,825人。 需要指出的是,这些员工薪资包括了基本薪资、加班费、奖金、酬劳分红等经常性及非经常性薪资, 亦可能包括依股份基础给付之评价金额,如员工认股权凭证。 特别是对于头部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说,业绩奖金和酬劳分红也是比较丰厚的。 比如,台积电2022年员工业绩奖金与酬劳分红总计约新台币1,214.04亿元。 其中,员工业绩奖金约新台币607.02亿元已于每季季后发放, 而酬劳分红约新台币607.02亿元将于2023年7月发放。 台积电并未提供员工分红相关平均数与中位数,如果以员工数约61768人计算, 每人平均可领进新台币196.5万元,同比增加约50%。 如果看包括了薪资,再加上劳健保、退休金、其他员工福利费用的平均员工福利费用数据的话, 排名前十的厂商与平均员工薪资费用前十厂商基本一致。 整体的78家半导体厂商的平均员工福利费用为251.1万元新台币,同比增长12.4%。 在员工酬劳得到保证的情况下,据台湾《经济日报》6月上旬报道, 业界传出,台积电全力冲刺下世代制程技术,近期启动2奈米试产前期准备工作, 将搭配导入最先进AI系统来节能减碳并加速试产效率。 预计苹果、辉达等大厂都会是台积电2奈米量产后首批客户, 并扩大于三星、英特尔等竞争对手的差距。 之前公开讯息显示,台积电未来最先进的2奈米生产基地会先落脚竹科宝山晶圆520厂, 该厂区为4期规划,后续并将扩置中科,共计有6期的工程。 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未应对2奈米市产前制作业, 内部也开始调读工程师人力到竹科研发厂区做准备, 预计召集千人以上的研发部队,初期会先在竹科建立小量试产生产线, 目标今年试产近千片,试产顺利后将导入后续建设完成的竹科宝山520晶圆厂, 随后由该厂团队领先全球量产2奈米, 即接力冲刺2024年风险试产与2025年量产目标。 不过,台积电对此表示不评论相关传闻, 强调2奈米技术研发进展顺利,预计2025年量产。 据悉,台积电2奈米将首度采用全新环绕炸及GAA电晶体架构。 台积电先前于技术论坛中指出, 相关新技术整体系统效能较3奈米大幅提升, 客户群先期投入合作开发意愿远高于3奈米家族初期, 并可量身客制化更多元方案。 台积电先前已释出2奈米家族制程蓝图规划, 其中,NR将于2025年量产, 并为高效能运算HPC产品量身打造背面电轨设计, 将在2025下半年推出。 另外,2奈米家族的N2P和N2X预计2026年推出。 供应链透露,台积电在客户们的迫切需求推动之下, 2奈米多项前期作业已展开, 最关键是曝光运算方面, 一改过去依赖于CPU的方式, 将导入已徽达的DGX-H100的AI系统进行协助, 大幅提升运算效率, 并同步提升光照产量, 大幅减少四伏器用电。 在今年的3月的徽达DTC大会上, 徽达就发布了一项面向晶片制造行业的突破性技术, NVIDIA C-Ulythor运算曝光库, 可以将运算曝光加速40倍以上, 使得2奈米及更先进晶片的制造成为可能。 运算曝光是晶片设计和制造领域中最大的运算工作负载, 每年消耗数百亿CPU小时。 大型数据中心24×7全天后运行, 以便创建用于曝光系统的演磨板。 这些数据中心是晶片制造商每年投资近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的一部分。 徽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, 由于C-Ulythor能够将运算曝光的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0倍。 举例来说, 徽达H100GPU的制造需要89块演磨板, 在CPU上运行时, 处理单个演磨板需要两周时间, 而在GPU上运行C-Ulythor只需8小时。 当时黄仁勋就表示, 全球最大晶圆厂台积电, 全球曝光机霸主艾斯摩尔, 全球最大EDA巨头新思科技Synopsis 均参与合作并引入这项技术。 该软体正被集成到台积电的设计系统中, 台积电将于6月开始对C-Ulythor进行生产资格认证。 它还将被集成到Synopsis的设计软体中。 据介绍,台积电可通过在500个DGX-H100系统上使用C-Ulythor加速, 将功率从35MW降至5MW, 替代此前用于运算曝光的4万台CPU伺服器。 使用C-Ulythor的晶圆厂, 每天可以生产3-5倍多的光眼膜, 仅使用当前配置电力的九分之一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指出, 台积电这次把辉达与其他伙伴, 耗时近4年合作的AI系统导入2奈米试产作业。 6月展开时, 不仅运算时间仅需约四十分之一, 并进一步精进周期量产时程, 同时降低制造碳足迹, 并为2奈米乃至更先进制程做好准备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